大家好,我们是学习练3.0,我是威尼,我是阿鑫,我是石浦 我们是三名高中自学生,然后因应现在108课纲,然后我们必须制作学习历程上传到平台上 那在这执行过程中我们就是发现一些可以在更加更新的地方 有形式上的限制,答案大小的局限与需要老师认证的这个机制 先来简介一下学习历程的答案平台 这次新的有课程学习成果与多元表现 课程学习成果比较偏向于以致内的话就是校定必修啊,然后课程等等 那多元表现就是自主学习的部分有干部、社团、服务、竞赛、检定都是多元表现 OK,好,我们看见的需求是 希望能够更加符合我们现在不管是在执行还有证明还有表达能力的培养 希望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制作一个学习纪录平台 希望能够更加有帮助而不是成为限制 好,然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去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 结合去中心化跟去块链的学习历程 前面刚刚有讲过现在我们上传学习历程的 就只能上传PDF档 上传PDF档然后还有很多限制就是包含格式啊,档案大小等等 那还需要老师认证就是我们需要老师认证跟参与引队活动才能上传学习历程档案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然后有去中心化后 那我们就可以,因为现在的学习风气是很多元化的 所以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一个 然后呢我们想象的平台呢可能就是你可以随时发 就像medium一样你可以随时发表你的文章 然后呢就是它背后有像matters的那个 它直接变成有区块链的记录 就是你可以随时发表文 就是变成一个开放的平台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发表文章 然后随时就有学习历程记录的效果 然后这个平台同时也可以像学生版的linkedin一样 就是可以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之类的 好,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程式设计的那个基础 所以希望能寻找能够协助我们制作平台的伙伴 然后如果更想了解的部分都可以在后续找我们聊天 好,谢谢大家